廣東總跟美國採港六十隻 非英在生機性靈可以說都是一粒一 其中UH6KM 這個版本是美軍現階主力的裝備 去年十月 我們黑英接辦生軍電力 在國慶日真正正公開 不想到這麼過兩位而已 就發生意外 這也是四年來發生第三驚黑英的事故 雷正博說到現在 變成來黑英的全面來檢查 全面減停演習訓練 如果救災人物就照常無影響 面對在天上背黑英在生機 近年頭一回在國慶頂的出現 引起大家注意 十月底就辦一張 專注人物在生軍電力 選擇一切都準備好了 為了把較多UH1H在生機換掉 國軍在日空空七年 提出天然風暗 包括加速訓練維修訓練燈 開代表847億 向美國賣60台UH6KM黑英在生機 平均一台要花14億 對日空192年 暢全部九期 ち Brig此應該正正出60台UH1HG 不僅只是每一家 日空100年兩位罷了 空間中對 rushing的UH1H在職刑 不然这样还发现价格数的亿航分量的思索 比规定减33点前 博光林真会欧英特星期明明也会控制 不过也会刺入海底 包括它的起落架的设计 机体的设计甚至是油箱的设计 其实都有经过美国非常严格的 这个抗坠毁的一个标准 欧英特星期经过半世纪的演员 不仅就是UH60M的版本最好 也是美国现在正在使用的装备 有什么噴射的演员 可以在过海底和海的救灾救兰孙杂 在15人之后还可以在1,170公斤的东西 更加特别的是暗时精确的功能 不仅在台湾四年来 刷发生三件意外 第一次是日空16年 六均航特报的欧英特星期 同在台中 日空100年发生难受死定 今年只会找你 空军救护对欧英特星期 也同在白鸭山区做成八的人希望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它是采用这种数位化的控制系统 所以你会在驾驶场里面看到 它这个都是用多功能显示器 欧英特星期的功能症候 不仅操作的身份尽管 国航空是特星期间的路线来说 根据美国六均1995年的资料 台湾各行的UH1H 塞一点钟身份超是美金200块 跟UH60M同样典型的UH60L 塞一点钟的身份超过美金1000块 整买五倍 UH60M倍一公里用的油 身份就要台湾2万块 不能完全说从这边去看 那事实上来讲我相信 比这个黑鹰直升机 它的造价更高的直升机 一些像欧洲的一些直升机都有 这会黑鹰直升机 同在山区 原因要再了解 不仅有14台黑鹰直升机的 雷震报公 并责内的黑鹰直升机 会实现一次全民安全得减 安减结束进行 普通的演示项目 会先停 避免一样的比较更发生 记者综合部都